之後工匠在上面鋪地板骨架 重新鋪好全屋的地板 但不知為何 以前廚房第二條樓梯的位置 沒有鋪到木板 天花還打通一樓 但工匠竟然想在這裡 又再建一條樓梯出來 是嗎? 因為明明已經拆了樓梯 現在反過來 相反方向又再建一條出來 工匠, 又起樓梯? 是呀, 又起樓梯 不是打算拆一條嗎?又起的? 是呀 房子已經很小了 這家人也不喜歡有兩條樓梯 是嗎? 之前的樓梯 不是有兩條嗎? 兩條都是向著同一個方向上去的 在有限的面積裡 沒有有效地運用到珍貴的空間 以前第二條樓梯 是由東面向西面走上去的 這次我就把樓梯 變成由西面向東面走上去 兩條樓梯呈八字形 這樣做的話 本身這裏420呎的範圍 只用了三尺來做樓梯 還有這次我特意做兩條樓梯 相信會大幅改變 互主一家的生活 他們應該會覺得很方便 加上房間之後 就會看到有甚麼效果 在完整沒有拆到的 第一條樓梯後面 工匠轉過另一個方向 又再建過第二條樓梯 他很肯定地說 這家人將來的生活 會變得很方便地說 好